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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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桌上东西呢 冯小姐 你不用坐这里了 从今天起 你做总编助理 给你跟汪小姐单独一间办公室 我领你看一下 还有 你们的工资可以领取 待会我让会计给你送过来 主编 这个系列报道是我负责的 干嘛不让我去啊 冯小姐 您在办公室就好 那个 在外面跑的事情 就交给别人吧 汪月齐就好 我 为什么呀 那个 改天再说吧 怎么说 你的独立计划 就这么破灭了 幸灾乐化吧你 老实说 你在报社里边工作 的确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 你都不知道 那个主编多器重你啊 可是一听说 你是冯俊瑶的女儿 吓得屁股尿流的 下次我一定要找一份 让我爸爸永远都控制不了的工作 那你到国外工作去啊 你以为我不敢 你才舍不得你爸爸呢 我还不知道你啊 你都不肯定了 把自己救小姐 我还没有想到这个 你不肯定了 你去哪儿 天天在家里待着 干吗了你 大概就是这些 万有什么事情 你回来再说 好吗 知道了 徐先生 先去吧 又要做采访吗 我写的文章 就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吗 不会啊 你写得很好啊 这几天我一直都在看 那为什么我想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情 就会这么难呢 positions from... 你在等人吗 冯小姐 我还有点事情 我先上去了 你的问题 我会替你考虑的 等我想好了 我再告诉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